新北大半星 从握拳还胸到双手交叠 pose好专业 林嘉隆拍摄定装照 好心情不受影响 但来因质疑 行政院长苏贞昌发起的便当会 找来新北市议员还有市长提名人 根本违反行政中立 这是一个假议题 其实不存在行政中不中立的问题 即使侯市长想要向苏院长来请议 他也一样会来招待他 所以这个不要扭曲 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 我利用午休的时间 自己买便当在关底 请民意代表来了解地方民意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嘴巴上说是为了了解地方民意 但连续两天便当会参加的人 通通都是绿营人士 甚至会议内容除了聚焦 怎么全力帮林嘉隆复选 还分析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人格 成了另类的选情便当会 人民期待的为政者是保持行政中立的 林嘉隆还是要跟这个议员吃饭 整天团结 那想问市长这边有没有安排 我在这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分任何党派的议员 其实跟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们一起努力让新北市会更好 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蓝营议员 如果要继续追打这题的话 小心回力标到马总统和朱市长 朱主席 搜轨便当会引爆行政部中立批评 蓝绿各自解读也各说各话 华语新闻张家把 无名夜白云飞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